诈骗的手法以前就有了 但现在还是有人上当提醒大家注意 受害人呢 原本是想要骗有钱的弱智女子 结果反而一口气被骗了有250万元 这位老人家辛苦存的钱 现在全泡汤了 受害妇人被金光党洗脑之后 来到银行提领63万 就是想拿钱来骗取弱智女手中更多的现金 以为对方真的是傻子 没有想到自己成了肥羊掉进全套 白色衣服那个嫌犯假装在办事情 在旁边假装办事情 那个袋子那个还对 他假装在办事情 然后监视被害人有没有提款 监视银行的行员有没有报警 有提款的话 他就会通知在外面等待的共犯 然后准备接应 外头的共犯也没得闲 已经准备好相同重量的假货 10万元的现金就变成价值才10块钱的 绿波爆饮料 受害妇人一上车之后 贵妇就会和一旁的弱智女比谁有钱 还怂恿被害人一起加入 贵妇说自己拿10万 韩女也会拿10万 再借机骗走她的钱 就可以现赚一杯 被害人把现金抱得紧紧的 他们就会 比如说就开车蛇行啊 或者是杨真傻女要上厕所 被害人帮忙抓着 这个傻女 趁机就把这个金钱现金掉包 10多年前的老梗手法 还是有人被骗了250万 而且还有400件还没破案 受害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独居老人 因为一时贪念 让毕生积蓄化成几瓶铝箔包 情何以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